这一架飞机竟然从废墟中重生,还能继续飞。 大家好,今天咱们来聊聊美国空军的老飞行员,B-1B轰炸机。 这可是一个从废墟中重生的传奇故事。 它的前身B-1A是从上世纪60年代的B-70巴尔基里计划的灰烬中诞生的。 在20世纪80年代,这款轰炸机以其惊人的能力和灵活性,赢得了全球的关注。 B-1B可是从B-1A演变而来的,而B-1A又是因为担心苏联的防空导弹才不得不重新设计的。 想象一下,快到可以飞上天又能低空突防的轰炸机,真的是太酷了。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对这个项目超级感兴趣,甚至比他的前任约翰逊政府还要积极。 于是,1969年B-1A的研究正式开始了。 1974年,第一架原型机首飞,大家都以为这就是未来的战略轰炸机了。 不过,现实总是比想象中心。 美国情报部门发现,苏联的雷达技术进步太快,低空突防变得越来越危险。 再加上发展短程巡航导弹,B-52一下子又变成了一个更强大的平台。 于是,卡特政府一刀切,把B-1A项目给取消了,省钱吗? 结果,里根政府一上台,话锋又变了。 里根可不是省油的灯,他决心要用新型战略轰炸机把苏联逼到极限。 于是,B-1A被改造成了B-1B,速度虽然慢了点,但价格更便宜,雷达截面也更小,真的是一举两得。 最终,罗克威尔制造了100架B-1B,还有4架B-1A原型机,现在,45架B-1B仍在服役中。 不得不说,这飞机的服役时间真的是够长的,堪称空中老兵。 你们觉得,B-1B轰炸机还能继续飞多久呢?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吧。